时下最夯的智能手机游戏 《精灵宝可梦GO》风靡全球 令许多人玩上瘾 目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无论是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或是巴西人 都忙着捕捉虚拟精灵 在这座经济低迷不振 最暗频传的城市 当地人一点也不畏惧治安问题 拿着手机穿越大街小巷 可见《精灵宝可梦》的魅力无法挡之外 受欢迎的程度 可能远远超过正在举行的年度体育盛市 离奥运会如火如荼进行 场上的键儿争夺奖牌 而场外的人真的或许就是这个了 没错 他就是最火红的精灵宝可梦 在奥运开幕前两天 这回游戏登陆拉丁美洲以后 也改变了巴西人在街上 使用手机的习惯 长期以来当地的经济地名 和治安亮起红灯 因此有些人如果能够买得起 高价的智能手机 常常成为匪徒下属的目标 但游戏上线以后 大批的巴西人走出家门 平常人烟稀少的公园或广场 顿时热闹沸腾 馬西第三大手機營運商 Caro統計 自從精靈寶可夢 在這個月三號 在當地推出以後 已經有將近兩百萬的用戶 下載這款遊戲 掀起是無潛力的 手機遊戲風潮